Hello,大家好,我是桂云 报告一下这两天的赞果 所有的天女的裸柱,60垃出完了 真快,就昨天和今天两天的时间 路比来的袋面,小袋面 就是三克拉多的那个 十多垃全出完了 葛鼻喜出的也差不多了 就剩七八垃吧 一共是三十多垃 出了一垃绿色的鼻喜,大鼻喜 大鼻喜的丢坠呢 也出了好多,就剩两垃了 这两天出货出的真是非常的快 今天发快递发了四十多袋 孙丰的晕飞呢,都花了八百多 这两天呢,尤其是我们 极品的妈妈亮,今天也出了十几条 小米猪也出的是非常快的 翡翠呢,今天我们家 飞龙娘的姐姐买了一对 满绿的翡翠尔丁 这两天出货真的是 比我想象中快的多的多 主要是大家非常的给力 速度特别的快 如果呢,速度不快,我自己都忙不过来 下单都下不过来 太快了 真的就是非常感谢大家 昨天晚上直播呢,其实大家也知道 我不以卖货为主 主要是呢,给大家分享 这次新货的这些种类 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 大西滴的黑珍珠 一共拿了六条 克先生这次拿的新货 其实我不想让他拿那么多 但是他喜欢 主要是呢,性价比特别的高 人家都不卖了 人家说,你能拿脸条吗 他说,我全拿了 这一次的黑珍珠呢 是15800到19800 真科研大正 珠成呢,是1.2多1.4的 特别的厚 全是这个真科研大正 上面写的孔雀 全是孔雀绿 瑕疵特别的少 一共是六大本 真科研大正 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这一条呢,孔雀绿的就比较绿了 这一条 真漂亮 这一条是19800 最贵的一条 嗯,这一条呢 就是我刚才带的那一条 揣好了 刚刚小姑娘才揣的 我带的这一条是18800 18800有两条 应该是 有一条是15800的 这一条呢是15800 好,云彩都非常的漂亮 珠光呢,也是镜面光 瑕疵非常的少 基本上没有什么下 珠子大小基本上是在 8到10.8这么样 黄金的一个点位 不大不小的哈 如果有喜欢黑珍珠的呢 这次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的 珠光特别好 珍珠啊,首先要看它的光泽度 皮光好 嗯,特别细 这珍珠皮层 像18岁的少女药 细嫩 其实黑珍珠啊 在灯光下或者是不在灯光下 都拍不出来它最真实的美 在哪地方拍呢 自然光 但是我今天的视频呢 拍的有点晚了 嗯,如果大家想要看的话 可以私信我 我拍自然光给你们看 只有在自然光下看 才能看出它最真实的一面 它的光泽度 它的晕彩 黑珍珠最美的地方是 它的晕彩 就和天女一样 天女就有晕彩 黑珍珠也是 它的晕彩有孔雀绿 孔雀蓝 或者是翻紫光 黑珍珠啊 我给大家建议就是 别买薄金灰 薄金灰它的颜色度呢 没有那么饱和度 那么好看 它 有的人觉得薄金灰 和真多麻一样 其实不是的 它没有真多麻那种 漂亮的那种晕彩 像这种大气低的黑珍珠 这批的珠子呢 颜色比较饱满 而且比较荣誉 颜色光泽非常丰富 所以说这批珠子呢 颜色非常漂亮的 瑕疵也少光也亮 但是呢 它的价位是非常的美丽 不到两万块钱的价位 价位非常高 性价比也好 价位非常的合适 性价比颜色非常的高 主要呢 它的珠层还比较厚 1.2到1.4的一个珠层 非常的厚 珠层越厚 价值之间就越长 这点大家都知道 那今天的视频呢 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拜拜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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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